五颜六色的塑料袋装的是叶剑林的全部家当 68岁的叶剑林在行管令期间失去收入 缴不出房租 押金也已经全部扣完 被迫搬离原本的住处 东西只能暂时堆叠在停车场 剑林的忧愁全都写在脸上 因为念旧收藏了不少宝贝 搬家之际慈激之工协助断舍离重新清理 哇 押给你了 1996年 你收了啊 20多年了 要吗这个 现在你看到被分裂过后会少了很多东西 当然肯定哦 有你们这么多人 经过警卫热心建议 终于找到存放空间 这屋清理完毕 志工也一起整理新住处 然后想到今天如果是婆婆一个人打扫的话 真的是很难 所以就想到大家一起动员 今天就帮她打扫干净 每个角落仔细擦拭 地板沾满之前地毯留下的胶水 志工也花了很多时间才清理干净 整理后的空间看起来更加明亮 接下来就是桥前之喜 让剑林迎接新生活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何永康 马来西亚报导 攀介绍 lí CAN Championship player